大家好,又是我们灵规范探索 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多谢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才有我们 今天为大家探索的话题是 学会说算了吧,不要紧 会过去的这三句说话的人 命是最好的 这三句不但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 更加顺利的应对挑战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算了吧这句话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 令人不快的事情 有时候,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 感到沮丧,甚至愤怒 但是,当我们学会说算了吧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学会释放心中的压力 让自己更加放松 这样,我们就能以更加清晰的头脑 去应对生活中的其他挑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不要紧这句话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犯一些 有时候,这些错误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懊恼和自责 然而,当我们学会说不要紧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且意识到每个人都会犯错 这样,我们就能够以更加自信和坚定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最后,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会过去的这句话 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有时候,这些困难和挑战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绝望 但是当我们学会说会过去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相信这些困难和挑战终将成为过去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坚定的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总之,当我们学会说算了吧 不要紧,会过去的这三句话时 我们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 还能够在生活中更加坚强和自信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享一些实践这三句话的具体方法和建议 第一,练习情绪调节 当我们面对令人不快的事情时 尝试先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说出算了吧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情绪 避免因愤怒或沮丧而做出冲动的决定 第二,学会宽容 当我们犯错时,不要过于苛责自己 要学会宽容 告诉自己不要紧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改正错误上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宽容别人 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第三,保持乐观 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要相信会过去的 保持乐观的心态 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应对生活中的 种种挑战 可以尝试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上 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 第四,建立支持网络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 寻求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 他们可以提醒我们说 算了吧 不要紧,会过去的 帮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 第五,保持自我成长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 让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更有底气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 参加培训或者寻求专业建议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在这个充满变幻莫测的世界里 我们都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 然而 当我们学会说算了吧 不要紧 会过去的这三句话 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 宽容自己和他人 并保持乐观的心态 如此一来 我们将能够更加坚定地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并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 人活在世界上 要记住没有一件事情是事事如意的 要成功 就要学识面对不如意的事情时 保持积极心态 以及如何从挫折中学习和成长 首先 我们要明白生活中总会有挫折和困难 无论是在事业上 人际关系中还是日常生活里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阻碍 这些挑战不仅是正常的 而且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 接受生活中的不如意 并将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 接下来 我们要学会适应变化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 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以适应新的环境 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 应该将其视为 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通过积极应对挑战 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己 成为更加坚强和成熟的人 此外 我们需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面对不如意的事情 拥有一颗乐观的心 是非常重要的 乐观的人更容易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并从中获得动力 我们可以通过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 与正能量的人交往 以及关注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来培养乐观的心态 最后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在生活中 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 让我们感到沮丧和无奈的事情 然而 当我们关注身边的美好时 我们就会发现 生活其实充满了希望和力量 与家人 朋友分享心情 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建议 这将帮助我们更好的 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感恩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和每一次机遇 让我们的心态更加积极和豁达 总之 作为人活在世界上 我们应该记住 没有一件事情是事实如意的 在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时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挫折 适应变化 保持乐观 并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通过这样的心态 我们将能够在挑战中不断成长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美好和充实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阐述了如何在困境中 保持积极心态的重要性 很久以前 有一位年轻的陶艺家 他在村子里 制作美丽的陶器文明 有一天 他的一个大型瓷器 在运输途中不慎摔碎了 这让他非常沮丧 因为这件作品 使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的杰作 然而在他的朋友的鼓励下 他决定将那些碎片重新利用 创作出一个全新的艺术品 经过一番努力 他成功地将破碎的瓷片 拼凑成一个美丽的马赛刻画 这让整个村子都为之惊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也要保持积极心态 勇敢地面对挑战 正如那位年轻的陶艺家一样 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不如意中 汲取经验 并将其转化为成功的动力 遇到困难和烦恼时 自己要学会如何化解 我们要明白 遇到困难和烦恼是生活的常态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从事何种工作 都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 因此 学会如何正确面对和化解困难 对于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保持冷静 当遇到困难时 我们应该首先学会保持冷静 避免情绪失控 可以尝试深呼吸 冥想等方法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以便更好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分析问题 在心情平静之后 我们应该对所遇到的困难 进行客观分析 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通过分析 我们能够更清楚的了解问题的本质 从而制定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制定计划 确定了问题的原因之后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具体的解决计划 可以将计划分为若干个小目标 逐步完成 以便更容易地实现目标 采取行动计划制定好了之后 就要辅助行动 在执行过程中 我们要保持毅力和耐心 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 反思和学习 每次遇到困难和挑战后 我们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表现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通过不断地学习 我们将变得越来越擅长化解困难 学会算了吧 你的命就会更好 学会了 就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压力 释放自己 从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首先 我们要理解算了吧的含义 在生活中 无论是工作还是人际关系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 学会算了吧 意味着学会放手 对自己和他人宽容 不再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而缠绵不休 那么 如何学会算了吧 接下来 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 调整心态 遇到烦恼时 首先要学会站在不同角度 看待问题 离性地分析问题的严重程度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判断 是否真的需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设定优先顺序 在生活中 我们需要学会区分事情的轻重还击 对于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学会事实的放手 将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学会原谅 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他人的错误 我们都应该学会原谅 毕竟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学会原谅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释放自己 还能够缓解人际关系的紧张 培养乐观心态 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保持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乐观的人总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 更容易走出困境 时刻提醒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时刻提醒自己算了吧的重要性 每当遇到让自己烦躁不安的事情时 及时调整心态 告诉自己算了吧 这样可以避免因纠结于不重要的事情 而影响到整体的心情和生活品质 实践这些方法后 我们将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学会算了吧能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当下 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物 并且在面对困难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学会不要紧 你的命就会更好 我们要理解不要紧的含义 在生活中 无论是工作还是人际关系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 学会不要紧意味着学会看待一些问题 对自己和他人宽容 不再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而缠绵不休 那么如何学会不要紧呢 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 调整心态 遇到烦恼时 首先要学会站在不同角度看待问题 理性的分析问题的严重程度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判断 是否真的需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设定优先顺序 在生活中 我们需要学会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 对于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学会事实的放手 将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学会原谅 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他人的错误 我们都应该学会原谅 毕竟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学会原谅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释放自己 还能够缓解人际关系的紧张 培养乐观心态 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保持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乐观的人总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 更容易走出困境 最后学会会过去的 你的命就会更好 这个态度帮助我们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更有信心 从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挥过去的这个观念 意味着相信时间能够治愈一切 并且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 能保持乐观和坚持 那么如何学会会过去的呢 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 相信时间的力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相信时间会为我们带来变化 尽管当下的困境可能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无助 但我们要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保持乐观心态 面对困难时 保持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乐观的人总能在逆境中找到希望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而不是销唤在困境中 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遇到困难时 我们应该专注于自己能控制和改变的事物 通过努力和坚持 我们可以逐步克服困境 让生活变得更好 与他人分享 与亲朋好友分享我们的烦恼和困境 可以让我们得到支持和鼓励 有时候 他人的建议和安慰 也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走出困境 学会感恩 对于已经拥有的一切 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学会感恩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生活中的美好 并激发我们在困境中继续前进的动力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